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2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据路透社报道 澳极华裔人士杨恒均在北京被拘押事件 得到中国外交部的证实 中国外交部周四称 澳极华裔人士杨恒均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在北京被拘留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记者称 中国当局对杨恒均采取强制措施时 已经通知了澳方 此前澳大利亚外交部曾发布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缘由 杨恒均也叫杨军 杨恒均是小说家与前中国外交官 朋友说他上周在抵达中国南部广州市不久后失踪 澳大利亚政府呼吁 中国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对待在广州被拘留的 华裔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24日访问北京 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谈 预计派恩将会提到杨恒均被拘留的问题 据法新社稍早消息 澳大利亚外交部证实 拥有中国与澳洲双重国籍的异议人士兼民主运动人士杨恒均 成为最新一名在中国遭到拘捕的西方公民 悉尼晨区报报道 杨恒均18日与妻儿前往中国 但没有搭上飞到上海的预定国内航班 杨恒均的朋友最先发现 杨恒均星期五从纽约飞往广州后一直没有阴性 随后把杨恒均失联的消息向澳大利亚外交部报告 澳洲外交及贸易部昨天晚上在声明中说 中国有关当局通知澳洲驻北京大使馆 他们已经拘留了杨恒均 杨恒均失踪令人担忧 他可能是中国安全机构扩大撒网抓捕的最新一名受害者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最近也变得紧张 澳大利亚去年8月以安全疑虑为由 禁止华为参与澳洲的5G网络 美国与新西兰早已采取类似行动 杨恒均曾在中国外交系统工作 是一名作家 曾经是民运人士 他的朋友说 他上周到广州之后失联 杨恒均曾在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任职 1992年去了香港 他在1997年去美国后 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工作 杨恒均通过博客和小说写作活动 批判中国共产党体制 是一位温和主张民主主义改革的人士 也有报道说 杨恒均背景复杂 曾参加65周年中国国庆晚宴 是中共大外宣重要成员 2011年3月 他也曾在广州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跟踪 并失踪数日 报道说 外媒分析认为 杨恒均被拒或与华为副董事长 孟晚舟被捕事件存在关联 原因是中国政府逮捕加拿大人作为对孟晚舟事件的报复 澳大利亚曾与美国一同对此举表示担忧 澳大利亚政府曾与其他很多国家一道谴责中国在加拿大 因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 关押两名加拿大公民 包括前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官和知名学者在内的100多人 星期一联名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敦促释放两名加拿大人 公开信说 我们现在去中国 在中国工作以及与中国同事互动时都必须更加小心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24日星期四 在接受CNBC财经论坛的采访时表示 美国在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上仍然非常遥远 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月底访美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 这一讲话令中美贸易的谈判的前景更加黯淡 罗斯还表示 美中之间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川普政府将需要促成结构性改革及惩罚 才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希望达成交易 但这个交易要对方都可行 罗斯在被问到 美国是否会改变3月2日的最后期限时表示 提前判断到时候是什么立场非常困难 不过美国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会和中国商会 近日联合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一份 美中贸易谈判优先事项建议的报告 指中国仍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政策 敦促美国集中解决中国不公平及限制美国公司的政策和做法 报告列出美中贸易谈判三大优先目标 即优先解决结构性问题 恢复公平开放的市场 消除所有形式的强制技术转让 解决数位经济监管规定的严峻挑战 包括数据在地化 安全规范 以及优先使用国内技术标准等 这份长达142页的报告 甚至没有提及川普总统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目标 只是重点讲述中国制造2025计划如何在中国各地展开 报告为美国谈判代表提供了更多证据 可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要求做出结构性改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中国面临七大风险 1月21日星期一 中国各省自治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在北京参加专题研讨班期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讲话 提出中共面对的七大风险 有舆论称之为七大危机 中共高层新年开始不久仅忠常民 依据多家海外媒体的综数 七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 经济风险 科技风险 社会风险 外部环境风险 党的建设风险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风险意识如此强烈 仅忠常民 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 或许是一种具有某种迷信色彩的心理因素 使中共高层2019年格外警惕 这就是所谓逢酒避乱的说法 今年一年对中共来说值得忌讳的事情特别多 先不要说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现在还不能预测 今年恰恰是2019年 而中国有个说法逢酒避乱 这个本来不是迷信 而是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规律 程翔隶属1949年以来每十年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什么叫逢酒避乱 比如说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 然后1959年出现大饥荒 西藏出世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争 1979年中越战争 89年就是天安门事件 99年那是镇压法轮功 2009年西藏起舞事件 几十年来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乱 报道引述陈翔说 2019年是六四三十年 相关社会舆论压力自不代言 2019年又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围绕五四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中共将要接受舆论检验 另外 今年又是中共建国七十周年 陈翔说 一个有关七十年大限的分析认为 极权国家很少有超过七十年的寿命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其微博爆料 陕北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 中国最高法院丢失卷宗案引发热议 最高法院办案官王林青拍片讲述卷宗丢失内情 日前 一位自称在最高法院工作 并了解王林青的知情人士 对卷宗案丢失进行分析 剧情大有反转迹象 中国大陆名为法律人阅读微信公众号 1月23日以同事眼中的王林青为主题刊文 以知情人的口吻讲述了王林青的过往 文章指 王林青是影帝 平时表里不一 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他对上司朋友同事有事相求时 一定是不令夸赞的 他沉迷于编写书籍 到处讲课 不经审批外出讲课就会涉及到利益输送 到律所举办的辅导班讲课 就是将收受贿赂合理化 文章称 王林青喜欢剽窃作假 顾名刁欲 他的写作方法就是把所有相关内容的书籍收集起来 把某一观点加以梳理 并采纳其中一种观点 这种做法是一种编书 而非著述 严格从学术规范衡量就是剽窃 这篇颇有江湖味道的文章还提出三大疑问 分别是郡宗是否会丢 监控是否会被删 王林青讲话是否可信 针对郡宗是否会丢这个疑问 文章指出 若有关内容涉密 为了缩小知情范围 不宜入卷 法院上级完全可以直接要求该材料单独保存 何必派人盗窃 针对监控是否会被删这个疑问 文章称 视频监控系统是由办公厅保卫处负责的 有职班武警盯着有机主人员维护 想要调阅视频需要层层报批 想要直接抹掉一段视频自然不是普通人可以直接沟通 需要法院高层批准 目前上述微信公众号的说法还仅仅停留在一家之言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对于最高法丢失案件卷踪一事 中共政法委已经会同中纪委最高检公安部 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在此关键时刻 有关王林青的不堪过往被曝光 可能并非巧合 事件可能将被反转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 太平洋舰队1月24日星期四派出两艘军舰驶过台湾海峡 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格尔曼对CNN说 这是迈克坎贝尔号驱逐舰和沃尔特迪尔补给舰 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展开的一次利息性行动 他说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表明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 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 航行和开展行动 美国军舰去年三次通过台湾海峡 而在此之前美舰一年仅大约只有一次穿越这一极为敏感的海域 中国市场上最后一家西方公司的英特网搜索引擎 微软公司的BIN被中国当局封锁 自周三起搜索BIN中国网址cn.bin.com出现访问错误 微软公司证实了BIN被封的消息 微软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已经确认BIN目前在中国无法访问 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谷歌和雅虎两大外国搜索引擎在中国被封 微软的BIN是目前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 而另外多个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的外国网络平台 如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及YouTube均无法在中国使用 金融时报援引了解内情的消息局道报道 中国政府已经下达了封杀BIN的命令 微软发布声明说 我们证实BIN在中国目前无法使用 正在考量下一步行动 自从谷歌2010年退出中国以后 微软的BIN是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 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中国当局封杀BIN 中国网信办对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询问 没有做出回复 中国2017年封锁了脸书公司的 WhatsApp及时通讯应用软件 并且将英特网电话应用程序Skype 从苹果和安卓的APP商店下架 美国总统川普罕见低头 在与民主党籍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的对峙中 川普终于妥协 同意政府重启后再发表国情咨文演说 美国总统川普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就国情咨文演说能否如期举行 多次针锋相对 川普23日通知佩洛西 29日要在众议院会议厅如期举行演说 佩洛西不久回呛 不可能也不会出界场地 让川普演说被取消 同一天深夜 川普发表推文 表示将延后演说至政府运作重启之后 等于承认在这场对峙中溃败 这场国情咨文演说要不要如期召开的闹剧拖了一周 川普23日深夜败下阵来 在推特上松口将延荡国情咨文演说制政府运作重启之后 川普在推文中这样表示 佩洛西的确有权力要求延后国情咨文演说 所以我会延后这场演说直到政府关门结束之后 同时他也强调不会为演说另辟其境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在历史 传统及重要性等各方面与众议院会议厅匹敷敌 他衷心期待不久的将来 能尽快为人民带来一场伟大的国情咨文演说 在川普宣布延后国情咨文演说之前 外传白宫曾经试图另辟其境 寻找众议院会议厅以外的演说地点 其中包括直接在户外举行群众演说 不过幕僚担心这么做会不够正式 而且可能会被误以为是竞选演说 观众可能因此转台 另一方面川普也很容易受群众的立即反应影响 而中断讲话 此外官员也曾想过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或是白宫内其他会议室举行演说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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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